在疫情期間,充滿了很多不確定,就一位這個器官和老司的名義,跟學生作為努力, 透過這個北面保障設計的課程,讓學生來做這個時刻設計, 而且生理到希望設計。我剛才邀請到這個多少學生到底來參與。 屬性中各種的部品,提供希望設計來範圍,這些部品整理很多, 有的是寶王,有的是這個棒,還有杯子,東西雖然說很好,在原本主黨的手中可能用不到, 提供這個希望設計,對當北合有需要的人。 這次的市集的主題是希望市集,然後就是,是Marcos他設計的那個logo, 然後希望那個翅膀象徵的是希望,然後上面大家是代表一個褲頭, 然後我們由遊戲馬戲團的概念為主軸這樣,然後希望大家可以來這個市集, 可以來挖掘自己的,屬於自己的寶藏啊,然後也覺得這個世界啊,然後很美好, 在這個後疫情時代,希望大家都可以看到未來的美好。 這次參加華東的學生,以大家的學生的學生為主, 其中竟然是有這個大學歷年來的這個,布林維亞學生Marcus也參加到這次的華東, 他竟然是布林和設計的希望設計,和這個希望設計可以看起來真有質感。 我會想解釋一下為什麼我設計這個標誌, 我會先關注一下希望, 那就是希望, 也表達了我們一個創業者的心, 那麼, 翅膀代表著希望, 有夢最美。 那麼, 這個, 皇冠代表的是寶藏, 那麼, 希望這個創業者, 懷抱著尋找寶藏的心, 那麼, 他們的夢想都可以實現的。 所以, 這個也是, 呃, 反映出我們四級的一個精神之一。 這個希望設計, 是起關系的團統, 有的俗信共同努力, 將有確定上, 還是到的地下, 或者到學生, 只能來保持商品, 而且保重商品。 而且, 原本裡出的商品, 可以到新的生命。 希望設計的收到, 也將來關注到四個學生, 為這四個學生, 帶來信心, 也有希望。 這位新聞科士完, 戴川博德。